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蘭尼克 之前呢,我們在這個網路上啊 才看了這個所謂的全新21.5年式4KUGA 這算是年度變更的一個小改款車型發表 那我們也在第一時間呢 就把車子拉出來進行一個試駕 那我這次試駕的車款呢 是這個最頂級的ST-Line X的車型 因為KUGA本身呢 自從推出了之後 事實上呢,消費者是接受的程度是非常高 對於世代的這個KUGA車型呢 因為他們這個真的是... 牛肉真的是端好端滿啦 所以說你不管你是180還是這個250的這個車型呢 不管你是時尚雅治或者說這個ST-Line版本 事實上呢,價格區間帶啊 事實上都相當的接近 尤其是他們這個主推的這個Coffel 360 這套系統呢 事實上是全車系統應用的時候呢 剩下就是更豪華一點的 配備呢 就是選配在這頂級的車型上面 就是讓不同的需求消費者 他們的選擇 那我這次的ST-Line 車型 在外觀上面呢 ST-Line 車型 基本上還是會維持它比較帥氣運動化的一個設定 那有些人如果不喜歡的話呢 你自然就可以選擇其他的車型 那我們旁邊這個ST-Line 基本上外觀上跟這個 21.5年式跟這個 之前呢沒有太大的區隔 基本上還是維持它這一種 所謂的 熊黑式的這個水箱護照的這種設計風格啊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前煞車卡鉗啊 這次是21.5才有的 弄了一個紅色烤漆的一個卡鉗啊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一個 視覺上的一個感受 然後再來呢 這次因為它19寸的圈呢 它特別跟這個 Continental馬牌輪胎 特別合作 所以他們配置了這個馬牌輪胎 然後剛才我這樣試駕的感受呢 事實上是 當然是能夠對應它的這個250匹的這個動力性能啊 之前的試駕印象呢 似乎在這個舒適性跟這個車輛的寧靜性啊 又再提升了不少 這是我剛才開的時候 這個我 我一直在回想 就是之前試的時候 欸 KUKA STLINE 我記得之前是很運動化 然後可能噪音可能會有一點 然後開起來的話會比較顛 但是剛才感覺就覺得 我在市區道路這樣開的時候 覺得它事實上是很舒服的 那所以說這一個部分呢 我覺得可能就留給 留給消費者繼續感受體驗一下 是不是 你覺得 STLINE就像它有很強大的動力性能 跟基本的一個操控性 但是它連舒適性這部分 似乎有點提升 但是這個部分因為官方沒有特別提 所以說這個東西有待查證 基本上呢 他就是想要提供給這個小家庭 然後在因為家庭的關係 換成SUV之後呢 他會覺得我自己開車可能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就想要維持這個開車這種手感 所以說STLINE的車型 除了內裝 只有它有了這個 紅色滾邊的這種縫線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方向盤的這些 開車這些手感 事實上呢 STLINE這種車型都是提供給這個 對駕駛開車 有特別要求的這個族群 那這次21.5年是另外還有一個提升呢 就是它的Corpel 360的部分 Corpel 360部分 我們都知道它非常的好用 也實用 很簡單的按一按 然後你在 不管你是在你的儀表板 或者是你的HUD上面 你都可以很快速的透過圖像 或者是顏色 然後來知道你有沒有開啟這個功能設定 那在這個車道便宜的修正的部分呢 這個Corpel 360非常值得稱讚 因為它修正的是很早就介入 所以說它的修正可以做到非常的一個順暢 你在開啟這個定速的時候 定速的時候 你過去都只有前面跟車跟車 那你可能在高速公路 有些路段的速限會改變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透過它的這個Corpel 360內建 這些整個系統呢 它可以偵測到這個速限的變化 你可能從110公里降到90公里 它就會因為這樣子呢 能主動的幫你把速度從100公里降到90公里 然後也會有一些燈號的一些警示 那當透過這個路線 它又偵測到這一段 這個路段呢 開始是110公里的時候呢 它又會慢慢的讓你加速回到 110公里的這個定速巡航的一個速度 那它這次呢又新增加的是這個所謂的RED 是這個萬一你遇到這個地上沒有標線的時候呢 那它可以透過車上的這個攝影機啊 然後來主動式的幫你做一個修正 因為有的時候道路環境的時候是 你有一些有標線 有時候突然沒標線 所以說有這套系統的時候呢 事實上開車開一開可能分心的時候 可以輔助你幫你把車道修正回來 當然這套系統呢其實就跟LKA一樣 他們這套系統都做動了時速啊 都在時速65公里以上才會做動 所以說這些功能呢 事實上你只要在對的環境使用 事實上這些功能都確實能夠幫助駕駛者 減少這個所謂的駕駛疲勞的這個程度 基本上我覺得這次是21.5年式的 這個小改款的一個車型 不管你今天是Toyota還是Honda CR-V 現在你要來講的話呢 你今天說要選一個國產 大概百萬左右的這個國產SUV的話呢 事實上你又有一個這個KUGA 也是一個很適合推薦給周遭朋友 親友的這個購車選項 一型的關係呢 這個他們這個原廠啊 特別跟美國那邊溝通了一下 剛才我講21.5這些 你從我直接加起來 加起來這個我們直接看這個列表 加起來在他們內部這個計算啊 大概是增加了大約 10萬左右的這個配備 給你這些項目 但是呢 他們就特別爭取到了一個疫情價 這個疫情價呢 在這個ST-LINEX的這個集聚裡面呢 他就是這個 121萬.9 用這樣的方式呢 希望大家在這個疫情稍微比較和緩的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要買車的話呢 沒關係 直接攻頂ST-LINEX 就不用再去想其他那麼多 最划算最超值的 ST-LINEX的話 你就121.9 我相信啦 聰明的各位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理解 121.9一定回不去了 所以說以後就是121.9 我還蠻有信心就是說 這個價格就會維持在這邊 這次還有我剛剛還漏講一個就是 他這次在前輪的這個懸吊結構上面啊 他這次 ST-LINEX車型上面 他新增加了一個鋁合金下控制幣 鋁合金下控制幣呢 他說大概大約1萬元的一個價值啊 那這也是過去車廠比較少 少見的一種做法 那在新的ST-LINEX車型上面 他已經列為這個標準配備 但是 如果你現在 你現在是 就已經是這一世代的這個 車主的話呢 那現在呢 你只要在8月31號以前 然後回原廠加裝的話呢 就1萬塊嘛 加裝的話呢 他還可以提供3年的一個保固 這是我在看到他們有提供這項服務的時候 我特別去確認了一下 當然啦 這個理論上是 你的黃下重量減少了不少 但是相對的你的維護成本也會相對提高 所以說這個沒有什麼對或錯 只要你想要換 現在原廠還是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只是差別差在於8月31號前跟8月31號以後 你再進去換的話呢 可能就是他的這個保固的這個優惠啊 就會稍微少了一點 這是舊有車主可以做的一個升級的選項 以上呢 大概就是這個 這次21.5KUGA的一個升級配備 那當然啦 我個人 我個人 我可能會覺得 180匹就相當的充足 很多人啊 很多人 就在我們社團 CA社團裡面呢 很多人呢 就這樣直接 一不小心 我可能要買180 最後呢 是買了ST-Line回家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OK 我是萊姊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應該會覺得 還是怎麽 不小心 我會認識 你 在這次